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富兵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逆馬聲 即是有來有往 如果一些廠房一些基層需求的物業 可以保持一個交投比較穩定 豪宅有來有往似乎比較交投偏忽 這不是一個地產大形勢向好的狀態 整體上銀行業因為在五黃位 所以無論黃金 貨幣 銀行 改處於一個容易在高上低落的位置飄乎 大上大落 所以如果投機博彩人士在這方面的投資 就要非常謹慎 因為三逼入中 所以很多條件都可能會牽涉到 一些戰爭 國與國之間的炒鬧 一些大的問題 導致金融經濟有所反覆 但這部分大家都要留意多些 花草樹木的位置是病位 所以農產品 甚至今年風災帶來的問題 風災帶來地陷 蚊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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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都要特別小心 因為火整體上榴槤剛剛到 而九運火真的會比較往火 所以火災大家都要小心 一些異然物品 爆炸物品 大家要小心處理 而且真的不能釣耳輕心 水的行業 因為財星到水的位置 水的位置包括船務 物流 航運 都處於一個比較好的優勢 偏財位在東位 是代表建築業和木有關的 建築 建築基建 其實是繼續發展的 但是很為參半 因為偏財 偏財不是全面的行業能夠分享優勢 而重工業 或者是一些比較強的工業發展 在四六星 似乎有一些新的起色 復甦的機會會比較大 在2024年來講 在香港的八字中 只是屬於一種低潮即將 開始慢慢好的時間點 即是說它還要在低位徘徊 就像一個人跌下山一樣 然後它現在很辛苦 努力攀上來的現象 所以整體環境中 2024年香港不屬於一個很好的年份 基本上是2024年8月8日後 那個力量才會開始浮現 即是說上半年仍然會看到很多不利消息出現 2024年甲晨年因為是一個木、黑、土的年份 而土是可以屢脹為地產 所以2024年整個樓市的價值仍然是下壓 不排除有機會跌到3、4% 即是比現在 2025、2026年樓市會慢慢好 但就不會像以前那樣急升 因為甲晨年 2024年首先是不利土 第二方面香港八字本身有個金氣 神有合 所以2024年香港金融市道 都會比較膠注淡靜的情況 如果恆生指數在大市走勢 2024年雖然未必會大升 因為金氣仍然是無力的關係 所以2024年恆生指數走勢 但是升幅都不可以期望太多 個人的看法入面來說 由2024年是有機會可以去到23000至24000的水平 因為2024年是一個低位開始慢慢回復元氣 當它開始慢慢反彈的時候 其實是有利一些之前的龍頭股會上升 所以騰訊那些來說 其實相對比較好一點 可以這樣說 騰訊是比較好一點 比如說刑賦基金、港交所這些來說 相對上是會容易比較獲利 2024年入面來說 因為甲晨年 我們稱為有一個水庫的現象 水庫是有利一些 比較收藏的一些金融產品 一些未是很大行其道的金融產品 例如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2024年是有利的 火氣開始旺入面來說 就是代表AI、人工、智能、科技這些 大家經常都會說的產品是會繼續輕旺 第二方面來說 亦可以代表一些美容、化妝、護膚方面的東西 因為火是代表艷麗的 第三 火是虛幻不實的 所以騰子特別輕旺 還有一些比較古靈精怪的行業 就是魔術 因為魔術本身都是虛幻不實的東西 所以在2024年 這個火旺的 開始慢慢火旺的氣運入面來說 魔術這個行業 可能都會大行其道